愛恩石 請聽我的轉眼角尖的故事 So Podcast 有故事的聲音 是讓人們的魔法治療 整個全答案 翡翹教你貼地全方音技巧 還會開放IG和Facebook 拆解全方音相關移民 還等傳導人上門 喉啦 全恩為你 疫情期間教會只要搞網上崇拜 真的令到發脑氣 尤其初期甚至有些教會 直接崇拜都找不到,搞了一大輪才搞定鏡頭、音響和即時上網等等 網上報導更加難上加難,甚至我覺得沒什麼可能 但我想說,我親身真的見過巨星他們在網上出隊 是殺到一條血路,不止一兩個人相信,是真的很多人相信 我真的聽到歪了,至於沒想過,原來報導都可以在網上做 我講的不是網上報導會,我講的是網上個人報導 到底怎樣可以突破這個框框呢? 我相信網上個人報導會越發越大 就這個話題,今天也繼續請到李巨星傳導 去談談,到底這個網上個人報導可以怎樣做得好一點 巨星是巨星 想問一下,其實初時在疫情期間,特別是有限聚令那期 我記得最嚴格的時候是限聚了兩個人 你兩個人怎麼報導 基本上整個實體報導,面對面的報導是停了 你的團隊是何時開始構思,或者想到要做網絡報導 還是其實在疫情之前已經是做過這件事? 疫情之前就真的不算多 即是都有的 我想都是一次、兩次用電話那些 就不是網絡 是疫情刺激我們的 我個人都覺得實體是比較好的 即是你面對面見到的 但是你想想,沒理由的 難道疫情你不去探訪嗎? 疫情你不報導嗎? 但是限聚令你又知道疫情是很恐怖的 即是人都很害怕的 還沒有打針的 那你怎樣呢?怎麼去做呢? 但其實人家這麼恐慌 在這個處境裡面 其實人更加… 更加需要耶穌 沒錯 所以是網上的 為什麼現在不試一下呢? 試一下就做 有沒有停過的? 先前真的有沒有實際停過 實體報導一輪幾個月才做 還是很快的決定? 有的,實體報導 因為你不停都不行 限聚令又不讓你出街 還有那些人都害怕 你見人,你不害怕 你不想見到你 是的 但原來發覺有個優勢 挺好的 因為那些人經常困在家裡 悶到發慌 它其實都是悶的 其實都是一個契機來的 那就變成你平時不想出來的人 你都約到的 真的嗎? 是啊 你很快已經理由翻身了 可以這麼說 是一邊做一邊摸索 那我就說不要緊 就試一下 雖然都是少少覺得沒那麼理想 但都是應該做都可以做的 但做了不是 其實好處都不少的 難處有的 但是你是一個新的模式來的 講回最基本步 怎樣可以讓人肯這個網上 做一個個人報導呢? 其實我雖然熟過的人 平時其實本身約他已經很難了 面對面 我說還要在網上跟他聊 那怎樣可以成功地邀約到他呢? 那你在疫情間沒什麼事做 留在家裡不如聽我說一下福音 啊 很容易 至少不用搭車 不用那麼多問題 我不用見你 我只是在網上 這個優勢 對你來說 是啊 你說實體容易 還是網上容易呢? 其實網上 如果你說 其實客觀其他東西 是容易很多的 是啊 實體 如果你是在九龍住的 那我如果在香港 那我九龍要來香港 或者你香港人要來九龍 那你一個時間 還有大家知道搭車這些 那你又要去預約地方 是不是? 又要限聚令 你很多東西要兼顧的 那我去上班 去上班 去上班回去很累 其實你說這些難處都是的 實際的 但是我Zoom 你回到家裡了 還有一個好處 我約你七點八點見面 那見完面就不用吃飯了 就是我見你見面就吃不到飯 或者見完面才吃飯 但是我現在是什麼 放了工吃完飯 我十點鐘和你Zoom 都還可以 你聊一個鐘頭睡覺 十一點 還可以看一下手機 看一下東西 很大優勢的 就是說你不用外出的 你不介意要Zoom 整個虛幻的背景 虛擬背景就可以了 免得照著家 是不是? 難的就是可能 沒有這些先進的工具 就是有些人手機上不到網 或者公公婆婆不懂 是啦 那就難弱些 是啦 所以是有些對象 有些限制的 但是你說容易的 其實是反而容易 我覺得 還有家裡這麼悶 開個Zoom 聊天 還有海外的就容易很多 開出了一條新的路 我們跟新加坡談 不用去新加坡 去美國 不要去新加坡 夾到時差就可以了 即是真的做了很多 海外的個人報導 都有的 新加坡那些多的 即是英國都有的 不是少於日本 也有的 即是你不同的朋友 你有個網絡 你可以跟他們談 為什麼我們不用呢 神秘我們的 那麼多先進的科技 是的 我們為什麼不用 是用的 諸般的智慧 但是我想問一下 到底報導團隊 先前有些什麼 準備工作 可以做好些 各個人報導呢 尤其是在IT方面 即是實斷線 即是斷線 是的 斷線 你都準備好了 這些就是不好處 IT的東西 就是找一些熟IT的人 即是反而我有一個團隊 找一個熟IT的人 去standby 是的 你可以的 即是你的團隊 找一些熟的 你還要對方熟不熟 那其實這些如果你說的 育工都是要留意的 他是不是有無限上網 他沒有的 他家裡沒有WiFi的 接手號不好 其實這些就是很多實際的事情 你要留意一下 他家裡方不方便 開鏡頭的 其實家裡很小很多 他不是很有錢的 有些 他講話全屋都聽到的 在開電視 是不是行不行 這些是你都要預先的 你是要有些理解的 還有一些準備的 那你才再調教 即是怎樣安排 所以如果你說 用網上出隊 其實這些都是要留意的 會不會幾個組員 自己試一下網上連一下 講話一個小時 試一下實體的狀況 那你經常都開會都有的 我想一般現在 很多人都不是難的 但是我又看到 你每次出隊有不同的 特影戰會都有不同類型的 不同的 有些真的不懂的 你上了 他又開個麥克風 嘩 Feedback 扔扔扔扔扔扔 你叫他關門 他就斷了 你好像很無禮貌 他就斷了 那這些 你話說要準備 技術上當然 你準備一下 試一下網上 還有 那個分隊像 你看有沒有人可以幫到他 那我們試過 他就沒有這些 那你就叫他去 大興節目期 都要遇到的 你知道香港不是 家裡都容易開放給你去到的 不是每個人都有房間 等等 那這些全部都要考量 叫了個對象 譬如他在家裡 你和他吃飯兩個人 你和他吃飯 那在Zoom 你或者是其他 或者用WhatsApp 你便談 就是邀約者就在對象的家裡 那其他的組員就在網上 哪這樣都行 那有實體有網上 OK的 就是都是嘗試 就是全部在網上又行 實體加網上又行 這個就是靈活 還有你有時在網上有個好處 就是除了海外的還有 就是因為那個家人 就是我們跟那個小伯伯母說的 那個小伯母很不認識的 那兒子就幫他忙 那兒子就聽了 那兒子就幫他教爸爸 那樣的 和你上網 和你按了line 不如聊天 你好嗎 你和他兒子 是呀是呀 那兒子就坐在那裡 那兒子又坐在那裡 結果跟一個人報道 就變了四個人 那聽完四個褶子 真的嗎 是啊 很厲害 潛力無限 你可看到 我約一個人 那有些就不是的 有些老公幫了老婆做完就閃 是 你搞定了 你不要靠我 但是我應該要打定底 就說 最好你的家人都幫幫你 做一些IT支援 其實我就想釣上他們 你可以的 但是 就是我釣魚 我拋多個歐下去 我拋多個魚 但是三天釣到你就不要太大期待 因為他都不知道 還有他沒有預計 如果是輕信仰呢 其實你會難度高很多 啊 那也是 是啊 那所以這些都是要留意 那實際上 同一個人面對面報道 可能就可以講到很長時間 但是網上是要怎樣調節 很多於一個半小時 一定要完 實際上 你的經驗是怎樣 不多一個半小時 還有分工 對工 要分得更仔細 分得更仔細更多 因為他的專注是差 就是沒有那麼好 你坐著對著螢幕 和我坐著對著實體 是有些不同的 因為你好像怪怪的 好像很緊的 對著 因為他不是每個有 二十幾吋四十吋的電視 可能一個手機 那些人鬥事這麼小的 樣子他在笑著 在哭著 還是在做什麼 你都不知道 我這個鏡頭經常拍著鼻孔 不知道他的表情是怎樣 所以那個互動是很差的 網速很差 還有聲音又會慢一點 是否去到 那你延遲 很怪的 總之你看到 我的手機 譬如我用的手機 那你有四五個人 看誰 我如果看說話 我就只看著一個人 是不是悶一點 如果實體 我看著你 我看著他 我都有兩三個人看著 他又會笑一下 我會聽到 這個說話笑 他叫你一搭聲 在網上又不好 他就聽不到 他就聽不到 搭聲那個人很嚴重 是呀 所以你 你要教他們off mic 你不說話 是呀 那你變成單一一個人說話 但如果你在實體互動 我講話 他是看著我 我是感覺到的 那個氣場 他看著你眼神 都是鼓勵的 但是你在螢幕 是沒有的 閱讀不到的 你看著那個對象 他不會這樣看的 他人家看著你 又向左又向右 又向上又向下 很奇怪的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 他的限制來的 他的互動 聲線 網速 接收 音效 很多的斷線 都是很多事情 但是他好像剛才說 他都是好的 他可能省很多時間 你看著鏡頭 你不停看著他 他又不介意 因為他不看著你的 他可以 我想說 只是訓練團隊 要看著 每個人都看著鏡頭 有一段時間 是啊 有些人在那裏 做其他事情 喝水 家人都跟他說話 那這些都是一些 要留意的 還有會打差的 因為你實體 你可能一個房間 你一個地方 你專心很多 但在家裏 媽媽又叫你 對 媽媽又叫你 那隻雀又叫 那隻狗又吠 可能是媽媽又叫你做事 就是 處於處理 願滑出所有 欠風在壇上 換救人規教 全心打仗 哪怕錯敗失勢 錯失方向 沉繃 泡你腳中 未為窄路牆 邁向煮的火 快捕未停下 正聽著猜牌 原霸你說 全因你面來變差 不再困惑 十家阵光 请照亮会下 求别洁净 救摸到粉碎 纳志信卡 不便应许 尽我力 彰显真理 同伏敬拜你左前 专心去依靠你 迈向主的光 快步没停下 正听筑柴派 明白 你说 全因你面来变差 不再困惑 十家阵光 请照亮会下 求别洁净 救摸到粉碎 纳志信卡 不便应许 尽我力 彰显真理 我无法拥拜你左前 尊心去依靠你 求别洁净 救我都粉碎 达志信卡 达志信卡 不便应许 尽我力 将显真理 恒复敬拜你左前 尊心去依靠你 恒复敬拜你 恒复敬拜你 助别洁净 尊心去依靠你 恒复敬拜你 别洁净 美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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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想问你 在福音内容的时候 缺少了一个实体 去到阅读的对象的表情能力 或者是那個反應 因為對著螢幕看到東西很少 那我怎樣在演講技巧 即宣講技巧去到有些改進 或者有些什麼留意 他是聽得明白或者是聽得不明白 我怎樣去到問得多一些精準的問題 讓他知道他的取態是怎樣的 如果這裡要優化 就是不要一卵嘴講太長 三分鐘啊五分鐘啊 你就要和對象要有些互動 聽不聽清楚啊 都是好啊 那我繼續學這樣 你就容易大家交波 交波交得密一點 是的 交波又可以交得密一點 他講完之後 第二個又跟著會講 大家講一部分 所以之前的餘工要講得仔細一點 通過聲線那些 講的時候要怎樣 那些如果你說要做得好 即是你變了 我真的用一個Zoom 用一個網上的這樣去講福音 那這裡就要留意了 第二就是其實是 因為你在電腦啊 那你在網上有個優勢的就是 我可以有圖畫啊 我可以有短片啊 你都可以的嘛 其實 即是要做PowerPoint 是啊 你要PowerPoint 譬如說我講個例子這樣 我想講一個椅子 我想講一個椅子的這樣 那我會立刻展示一張圖出來 那椅子都可以的 我想講是聖經這樣 我立刻展示一本聖經 展示一件經文出來都可以的 那它就會活化一些 之外的網上我會看一下圖 我又會聊聊天 我又會看到人 那其實這些就 如果有IT的人 他就會做得好一些的 聽的人 我和你聊的人 都會集中一些的 對著一個人的頭 那就是見到這個頭 就講講講講講 好像T2都這樣講 但是你有互動的 你又可以問一下我的 那這些互動都是可以優化的 我突然想到 就是講見證那一部分 未必是要組完去到講 你可能剪輯了一個 三分鐘的某些網上名人去到講 又是遛到他 你立刻可以在網上炒 立刻掉一段片 立刻播出來的 那都可以 那你實體都可以 那你實體都可以 你實體你找個機器都可以 少些機會 那我覺得都是 如果你見證 我覺得用你當事人會好些 其他那些什麼名人那些 是不是時候傳給他 那我只是講講 只是那個互動 你做得好 就是要想那個互動 要不然它就只聽 那是不是不行 都不是的 他就當聽個節目都可以 對 就是覺得最難拿捏那個位 是哪方面 就是撇除IT 在這個網上報道 都是個互動 因為在網上 很有趣的 就是他看著鏡頭 他又可以不出聲 那樣的 你又不知道怎樣的 你問他 那究竟怎樣 你就要 又不是看得很清楚 有時不關你的 這個四十吋的螢幕 你都沒有用 你都沒有用的 因為他 他就是對著自己的鼻 那樣的 或者他擺得很遠的 就是你 你是不知道的 或者他 就是這些 我覺得是比較難 就是人和人之間 其實你和一個朋友 你實體聊天 聊天的內容 和你WhatsApp 聊天的內容 又是不一樣的 到實體報導的內容 又會不一樣的 所以很難拿捏 我主要覺得 互動 如果談的內容 就 剛才說過 比較精簡一點 比較短一點 然後有些互動 短一點 有些互動會好一點 怎樣增加他的互動 除了不斷問他的話之外 讓他講一下 聽不清楚 聽不清楚 還有他覺得怎樣 聽到這個位置 這樣 但有些 你經常問他 都是不行的 只是說 短一點 是啊 都是這樣 例如問題 意思是 給一個向導 可能三分鐘 五分鐘 你差不多 你就要有個互動 有刻意的 你意見 你同意 那我再講 這樣就會保持專注 實際核心內容 會不會需要再調節 還是不用 你講什麼核心 實際因典 罪 即你講呼籠內容 所以不需要再調節 還是總之精簡 但是看精簡 你又沒有講過真理 可以嗎 不是 精簡也是一個內容 精簡的意思就是 不要說那麼多 浪費 不要那麼多 平時說很多東西 再又加了一些東西 儘量精簡 主線 清晰 這樣 因為你網上 它的專注力 互動是比較差的 還有網速 聲調 聲音 那些 是要留意 加上這些全部加起來 那就更加要精簡 清楚 道本 這樣就很好 又要過半小時之內 又要精簡又要性 但是你又閱讀不到它 最難的那位聽聽 反而是你了解它前期的步驟 因為網上更難認識一個人 那麼短時間 當然你介紹人的 就有很多背景 但是其他組員來說 其實是不認識那個人 也都很難透過網絡去認識它 或者報熟的關係 那又不是的 是嗎 你報不報熟 沒有關係 我現在就是說 你實體 是否短時間就可以認識一個人 是否不行 其實答案都是一樣的 你網上和實體都一樣的 那現在的分別就是網上和實體是什麼 我覺得最大分別就是那個互動 而且你看到它的反應這些位置 就是網速這些聲線這些搭音的東西 就是一個限制來的 只是這件事而已 但是你說我們在網上 有沒有是很快很短很開心的 那樣大家都聊 當然有啦 IT人來的 他都很習慣的 都是這個電腦 你說什麼他都答到你的 他跟你聊的 你說他就自己慢講慢講的 所以都是各方面對象的問題 那剛才講比較闊一點的 就是可能是老人家 可能是婦女 可能不同的學生 就是等等 其實是我們要用IT 即是用網上的 是要留意的 但是如果你遇到一些他適應的 他根本就是IT人 他根本就是大學生來的 根本經常都 網上上課 他小時候是拿著iPad大的 你對來說他一點都不難 但是剛才說他技術上不難 他有習慣而已 但是有什麼難 就是剛才說 你可能互動比較難 如果他是比較被動一點的 還有你可能是 又看不到他實際 還有大家又不要那麼容易 就是這些要加強 會不會一開始習慣了這個網上 然後他第二天 你怎麼回到教會 我拍到變成網上的 應該不會的 人都是需要有互動的 如果他是生活裡 他經常對著電腦 其實這個人 他都是人際關係 他的社區生活 他和一些互動 都是會成為一個問題 習慣了一個人 其實是不理想的 但是你說他大部分時間 可能都是一個形態來的 到最後想問一條問題 就是現在疫情就緩和了 實體報道可以做回 但是不代表網上報道 就要立刻撒擊 甚至你剛才所說到 這麼多的好處 到底你怎樣看 接下來網絡報道的發展 網絡報道應該繼續去 大使命教我們要去 千方百計 就是諸般的智慧 總之用得到的就用 我覺得不需要停的 反而是你怎樣去有效的利用 譬如說 我約不到他的 他是很忙的 但他又想聽的 網上 剛才沒說過 有實體有網上的 我們幾個特影姊妹 一起約了 譬如我們四個人出隊的 FORM對象在家裡 他就在家裡 他的朋友去家裡也可以 其實是很多變化的 即使用他現在 神秘愛地的優勢 我們可以跨時空 跨地域 這樣去做 這樣就可以了 即是我覺得 是一個將來的發展 他經常都不出家裡 如果經常都找到家裡 譬如說 在醫院 現在的疫情 在院舍 是不是可以用 譬如說 我不可以探望他 但他家裡有一個 恩恤的可以探望他 他又不懂說福音的 給個視像給他 或者給個電話給他 我在身邊跟他說 有做過疫情期間 是啊 即是說 其實不單是疫情 即是將來 你有機會去探不到 那你是不是開闊我們 其實 是不是 得時不得時都可以說的呢 即是你覺得 我探不到他家裡探不到我 可不可以說的呢 我可不可以叫護士 你給我開個 開個門給他 我就跟世伯在家裡說 即是他女兒見他的時候 可能十分鐘 我們就 我們一起 你好呀世伯 我們你的女朋友 爸爸你好呀 祝福你呀 耶穌愛你呀 你跟我祈禱要信耶穌呀 是不是可以做呀 很大的潛力 潛力 是的 即是說 其實他是一個工具來的 你這樣想就可以 以前我們可能會抗拒 或者我那時候都不是很覺得 我最重要是要實體 那到現在我都覺得實體是好的 但是 即是說 Zoom 或者這個媒體 IT 是不是不可以呢 不是咯 即是他多一個渠道 而且將來可能有想到 你可以 我聽來想到這些 你可以發展的 譬如外地 根本就是這個世界 就是網絡世界 現在就是 很多這些的情況 那我們在外地 在其他國家 你要傳VM 其實就已經是可以了 他不懂得說 他或者說不方便 他想有第二節目就說 其實我們就可以跨地域 我們就可以用網上說 他不適合 他或者不方便的 出街的 他在家的 我們就可以說 以前我們用實體做不到的人 分分鐘在網上 用這個IT 我們可以做得到 那他是不是開了一條路 為什麼不做呢 嗯 還有我也知道 我們這個節目 都是全球播放的 那如果你想學一些 全方的技巧 歡迎你 你憑各樣的平台 你都可以聽到我們節目 的 節目去到這一輯的最後一集 我很深的一個體會就是 作為一個 不要說專業報導者 作為一個要報導的人 和身邊的親友去報導的人 你真的要很有愛和耐性去到 即是才可以見到 游靈啊 可能跟著 過了十幾年 跟著那個人才相信 然後中間有很多很多的波折 如果你中間是 即是稍為你調查 或者你 一覺得是沒有耐性的時候 那就真的做不到下去了 或者給幾句鼓勵聽眾 即是 我可能要講很多的困難和實況 這些是真的 但是我又覺得 你 是有些技巧 和你 只要那個愛 是保持著你 你就做得到的 即是好像我也記得 做第一集的時候 我說我是零的 報導的成功人數是零 那我第二輯已經 不是零了 已經是 有低單位數的 我都覺得這個是很大的突破 當然可以有更多 今天舉星講幾句 去到這一輯的 最後一集 好啊 恩石一路跟你談 聽到這個位置 我就覺得 我們講栽培 即栽培的人 聖經都有講的 囂貫的是我們 但是叫他生長 成長是神 那即是說 一個生命 我們要叫他成長 都是若望神的 要神是他生命工作 就是叫他成長的 真正是他動工生 那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有時都是的 要有耐性 你栽培一些東西 有時大風下雨 又借光了 即是有一個大的民衝擊來 那你總之內心 你知道神會叫他成長的 我們就是做囂貫 做栽培 做栽培 再修賤 即是幫他可以的 就除草 除蟲 囂貫他 但真正他的生命 成熟成長 就交回給神 如果不是我們都很沮喪的 或者是很乏力的 即是你的服侍 你的牧羊 你的栽培 你都是靠自己的 那我就是為祈禱 其實你最大的 即是剛才 都一個問 即是沒有機會說 其實一個重點 就是你為祈禱 即是你見到他為祈禱 但其實你師弟是為這個生命 交給神 為他代討 你就是最大的 一個很重要的守望和目樣 因為你已經將他交給神 只不過是見到他有些問題 有些處理 那裏就很闊 即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背景 最後說少少鼓勵的說話 鼓勵 好啊 鼓勵弟兄姊妹 我們都給一次鼓勵 就是我們盼望 即是我們繼續 即是不單是帶去信主 甚至有些人可能帶去信主 可能我們都未必即時回到教會 甚至剛才我們說 即是有些人可能都信了 又說不信的 即是我覺得都交給神 即是人有不同的反應 但這些人都不多 即是很多 即是真的信 他都真的信 而且我聽到很多信了 他又說不信了 又沒有回到教會 一段時間 可能十年了 二十年了 他又回來 是的 我們在街上 在教會 或者是親友 都聽到不少的 我小時候回到教會 我讀小學的時候 我讀中學的時候 可能他現在已經做了阿爺阿媽 他是信主的 誰 十年前都有人跟我說過 我都有祈禱的 我都有說信耶穌的 不過現在我真的信了 所以我覺得 即是大家個人 每個人的歷程不同 總之我們就是 總之靠主 主叫我們去 我們就去殺種 主叫我們修國 就是修國 主叫我們栽種 就是栽種 即是將一切 交給神 因為其實 猜獻我們也是神 叫我們去也是神 與外同行的 即是神的工作 都是神自己 甚至那些人信主 都是聖靈工作 神的工作 叫他成長 新長 剛才的經文都一樣 唯有神叫他成長 新長 所以都交給神 做一個快快樂樂的 與神同工的人 所以我鼓勵第二招妹 不要讓那些 表面的成果 得失 影響我們 總之 聖經說 上上揭力多作主公 因為知道 我們是主的勞苦 是不會徒現的 神一定會紀念 即是說 上上揭力多作主公 總之揭力做 將成果交給主 即是主知道 如果主叫你殺中 你便去殺中 主叫你災中 你便去災中 但有時候 土壤很差 不關你的事 你盡力 但是神會紀念 我覺得對神忠心 因為愛主 愛人 我們去做 我相信 這是我們最大的動力 和快樂 所以祝福大家 一起彼此努力 彈完很多生命 被修割 即是認識神 而且被模仰 成為主的門徒 繼續一起出去 修割和模仰 原主祈福給我們 私隱給我們 你已經準備好了 這些就是不好處 IT的東西 就找一些熟IT的人 即是反而我 天父我多謝你 全地都屬於你的 是主 網絡都屬於你的 多謝你 給我們有智慧 我們可以透過網絡 打破很多的限制 所以祝福給我們 有主板的智慧 透過網絡 能夠透過這些科技 我們可以更加幫助人 認識你 幫助我們 主要運用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限制 都會有很多困難 但你給我們克服 給我們可以透過這樣 以前我們在實體 你接觸不到的 或者我們以前很難接觸的人 現在 因為透過網絡 透過這些科技 我們可以接觸 可以跟他們分享 救恩 主啊 私恩給我們 多謝你給我們很多 知識智慧的人 特別很多IT人 多謝你 主要讓我們 能夠彼此互相效力 彼此的幫助 讓你的國度 不受限制 我們宣告 你的國度 你的救恩 天國的福音 不受這些限制 要叫很多人歸向你 很多人認識神 多謝你 記住掌命要歸給你 繼續帶領我們 祈禱奉耶穌基督的名字 阿門 如果你們對於全福音相關話題有疑問 尤其是關於家人信主的問題 歡迎你ad我Facebook和IG 留言給我 我一定會親自回覆你的 也歡迎你adshowradio 和showpodcast 鑽牛角尖的故事這個頻道 來接收最新的資訊 祝福你成為得人如夫 Bye 幸福贡 rad 還者耶穌基督的喊 還聽著人生在俯瞞 迷目裡誰死採貌 欠面印惡 何謂愛那以沉迷 心里灵符肝待细去 在细族里人生随着靠耳 他定人高深爱万国万民 踩起你有谷种说述爱何大 请松开双手拥抱 旁边每个人要看爱人 述雪奇妙救人 全人为你 上帝福音算港引你 快在这光大和彩 思总切莫无期 未准备攀幕可在 独留人海等待被爱 在暗淡里 让他走到处国 全人为你 上帝福音算港引你 向微信亲属全人算港 切莫无期 我唱大熟透装甲 微信的他主定看顾 让外片门 全方又靠你 我唱大熟透装甲 有呼吸的信仰 上帝福音算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